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有了雾霾 工业革命开始烧煤了 赵叔 我要再问你一个问题 答对了你就坐下 行 烧煤不用说 人类开始用机械能 化学能 我问你 人类改造自然 征服自然 最早用的是什么力 人力 坐下 答对了 真是 梦的说都是说对了 恭喜你 我真怕你达洪荒之力 很好 对吧 人类最早征服自然 改造自然 那只能用什么力啊 人力嘛 对不对 大象来了 老虎来了 都得哥几个上去拿砖拍去嘛 对吧 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哥几个被大象裁死了 被老虎吃了 所以人类最早是用人力 然后就是学会了用矗力 对吧 比如说这个骑马打仗啊 拿牛耕地啊 炉子搞运输啊等等 然后学会了用什么力 风啊 火啊 自然啊 风啊 火啊 水啊 都是自然力 而烧煤 这就进入到了一个新的这个阶段 用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 这种工业革命的速度 确实是使得这个人类的生产力啊 飞速的进步 进步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举个例子 中国从汉朝到乾隆皇帝 2000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了一番 对吧 因为主要是什么业的生产 农业啊 对呀 农业啊 是吧 所以那个生产的增长非常怎么样 缓慢嘛 你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 它基本上就那么多斤粮食 为什么袁隆平院士很伟大呢 而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之后 72年翻了一番 那这速度你想想可就非常怎么样 了不起了 所以到这个1785年 也就是乾隆50年的时候 当时中国的GDP占世界的32% 欧洲11国占22% 我们一国敌一州 这是美国著名的学者保罗肯尼迪 他研究出来的数字 不是我说的 然后55年过去鸦片战争爆发 当时中国清政府的财政收入是4500万两白银 英国政府是9000万英镑 折合中国库平银2亿7000万两 政府的总收入已经是中国政府的将近6倍 把我们远远的怎么样 甩到了后边 对吧 所以你这样一来的这个结果就是什么 就使得英国的经济就飞速的发展 带着什么法国呀 就这些德国呀 美国呀 后来俄国呀 这些列强就全发展起来了 但是发展就一定要付出什么 大家 这个我还在中学一线 苦皮哈哈的教书的时候 教高三 高考之前不得做那模拟题吗 有一个区出了一道模拟题 然后那个模拟题出的倍有水平 他用什么 他用漫画 1852年英国泰湖世报 有一张漫画 一个骷髅 划着小船在泰湖世河上 这个他就是想说明当时的环境啊 污染的问题 这个泰湖世河成了死河 臭河 工厂都建在这个河边上 工厂为什么要建在河边上呢 排污方面 排污方面 一个排污在一个运输方面 是吧 因为那会儿的这个 没有这个汽车运输啊 没有高速公路啊 他转运 货物运走比较方便 是吧 所以那个工厂的污水 全部排入泰湖世河 你要知道英国议会 威斯敏斯特宫 就在泰湖世河边上吗 大笨中就在泰湖世河边上吗 所以 这个议员们跟里边都待不下去了 因为一开开窗户 那臭气熏天啊就不行了 是吧 夏天你又不能不开窗户 没电扇 更没空调 不能不开窗户 怎么办 外边那么臭 怎么办 口罩沾点边 但不是人戴口罩 而是给整个议会大厦戴口罩 是吧 拿浸泡了消毒水的床单挂在窗户上 整个议会大厦远一看 床上用品斩销汇 还带着消毒手味 床上用品斩销汇 这么来防臭 所以尿提出的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让你说工业革命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 健康问题 健康问题是因为污染带来的 健康问题 污染问题 当然也有健康问题 也有健康问题 没事